谁怕谁?美国威胁在加码2670亿!中方四字淡定回应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重申,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采取报复,他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。 如果实现,特朗普将对总额高达517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这将覆盖中美贸易的全部份额。 赞助商链接,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关税。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说,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。但是,你知道, 他们多年来每年都从我们国家拿走5000亿美元。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。 他还认为,多年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讨论这个问题,对他提到,你看,多年来。 他们每年都拿走2000、3000、4000甚至5000亿美元。 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。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中国就不是他们现在的样子。我没问题,但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。 。 记者曾提问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,以应对来自中国报复时,特朗普表示了肯定。 他认为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就意味着他们进行了报复。 特朗普说报复时什么意思? 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,他们拿走了5000亿美元,我认为那就是终极报复。 特朗普这番话是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·黑利在白宫一道宣布的,当时黑利对媒 提宣布自己将要辞联合国代表尼基·黑利在白宫一道宣布的,当时特朗普还说,中国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。 赞助商链接,他说,看啊,中国想达成协议,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 我们取消了几次会议,我只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。 他认为中美贸易不能是单行道,它必须是双向的,他认为过去25年中美 贸易都是中方收益的单行道,要把中美贸易变成双航道,让美国从中受益。 2018年以来,中美双方已经围绕贸易逆差展开数轮角逐,目前贸易摩擦呈现白热化趋势。 2018年6月15日,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1333项500亿美元商品加收25%关税。 同日中国宣布对美国659项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%关税,这标致住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。 9月24日,贸易摩擦烈度进一步加剧。 特朗普对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%的关税。 赞助商链接。 2019年1月1日关税将上升到25%,我国随后进行了反击,对从美国进口的600亿商品加征关税。 迄今为止,美国已经决定对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也加征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作为对等手段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7年中美贸易额为6360亿美元,其中美国进口了5056亿的中国商品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重申,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采取报复。 它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。 如果实现,特朗普将对总额高达517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这将附带中美贸易的全部份额。 赞助商链接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说,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。 但是,你知道, 他们多年来每年都从我们国家拿走5000亿美元。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。 他还认为,多年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讨论这个问题,对他提到你看,多年来。 他们每年都拿走2000、3000、4000甚至5000亿美元。 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。 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。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中国就不是他们现在的样子。 我没问题,但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。 记者曾经提问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,以应对来自中国报复时,特朗普表示了肯定。 他认为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就意味着他们进行了报复。 特朗普说报复时什么意思? 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。 他们拿走了5000亿美元,我认为那就是终极报复。 特朗普这番话是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·黑利在白宫一道宣布的,当时黑利对媒 提宣布自己将要辞职。 当时特朗普还说,中国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。 赞助商链接他说,看啊,中国想达成协议,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 我们取消了几次会议,我只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。 他认为中美贸易不能是单行道,它必须是双向的。 他认为过去25年中美 贸易都是中方收益的单行道,要把中美贸易变成双航道,让美国从中受益。 2018年以来,中美双方已经围绕贸易逆差展开数轮角逐,目前贸易摩擦呈现白热化趋势。 2018年6月15日,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1333项500亿美元商品加收25%关税。 同日中国宣布对美国659项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%关税,这标致住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。 9月24日,贸易摩擦烈度进一步加剧。 特朗普对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%的关税。 赞助商链接2019年1月1日关税将上升到25%,我国随后进行了反击,对从美国进口的600亿商品加征关税。 迄今为止,美国已经决定对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也加征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作为对等手段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7年中美贸易额为6360亿美元,其中美国进口了5056亿的中国商品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重申,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采取报复。 它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。 如果实现,特朗普将对总额高达517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这将覆盖中美贸易的全部份额。 赞助商链接对全部中国商品加关税。 特朗普在白宫重申,特朗普在白宫橢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说,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。 但是,你知道, 他们多年来每年都从我们国家拿走5000亿美元。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。 他还认为,多年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讨论这个问题,对他提到你看,多年来。 他们每年都拿走2000、3000、4000甚至5000亿美元。 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。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中国就不是他们现在的样子。 我没问题,但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。 记者曾提问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,以应对来自中国报复时,特朗普表示了肯定。 他认为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就意味着他们进行了报复。 特朗普说报复时什么意思? 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。 他们拿走了5000亿美元,我认为那就是终极报复。 特朗普这番话是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·黑利在白宫一道宣布的。 当时黑利对媒 提宣布自己将要辞职。 当时特朗普还说,中国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。 赞助商链接他说,看啊,中国想达成协议,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 我们取消了几次会议,我只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。 他认为中美贸易不能是单行道,它必须是双向的。 他认为过去25年中美贸易都是中方收益的单行道,要把中美贸易变成双航道,让美国从中受益。 2018年以来,中美双方已经围绕贸易逆差展开数轮角逐,目前贸易摩擦呈现白热化趋势。 2018年6月15日,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1333项500亿美元商品加收25%关税。 同日中国宣布对美国659项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%关税,这标致住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。 9月24日,贸易摩擦烈度进一步加剧。 特朗普对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%的关税。 赞助商链接2019年1月1日关税将上升到25%,我国随后进行了反击,对从美国进口的600亿商品加征关税。 迄今为止,美国已经决定对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也加征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作为对等手段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7年中美贸易额为6360亿美元,其中美国进口了5056亿的中国商品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日在白宫重申,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采取报复。 它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。 如果实现,特朗普将对总额高达517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这将附带中美贸易的全部份额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!